台湾山高水急 降雨后的水直奔大海 导致每年可利用的水资源 只有降雨的18% 加上极端气候影响 汗绕交替更加明显 所以政府推动前瞻水环境建设 迈向永续水资源发展 有了前瞻基础建设 我们能够积极面对气候变迁 在抗旱水岸安全排水防洪上面 都发挥了良好功效 另外前瞻基础建设 也强调与自然为本 营造让人更亲近的大自然水岸 亲近水 喝好水 快退水 是我们的目标也在逐步实现 经济部水利署从水与发展 水与安全 水与环境 三个面向着手执行 在水与发展上面 开发多元水源来稳定供水 强化备源及提升调度能力 推广与建制水资源智慧管理 从民国106年至111年年底 已经增加全台每日197万吨水源 让台湾克服百年大旱 今年1到7月增加运用水量 更达2.42亿吨之多 让今年面临最严峻旱向的南部地区 仍可稳定供水 在水与安全上面增加保护面积275平方公里 另外营造88处水环境亮点 清水空间420公顷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是增加台湾气候调试能力 和整体供水任性的重大建设 感谢蔡总统与行政院的支持 以及地方的密切合作 共同打造稳定供水 降低淹水 喝好水 以及清净水的优质水环境 让我们一起为台湾留下永续共好的水资源